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許文鳳 阿鳳 我是台灣農村曾經之人 然後我先針對小胖還有那個情侶那一集的 就是部分我可以討論一下 然後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譬如說你講那個對香港的這次戰兵 什麼一些賣落成 你自己都看到 首先我先回應小胖 因為剛才大家有提到 我非常贊成小胖 因為我必須回歸到所有的改革 所有的革命 你必須回歸到生活面 去落實在從你的生活前去找回 這其實是最紮實的 而且是最困難的 然後這個部分我完全認同 他剛才有提到就是他有接觸到 就是說之前有在地的自救會 跟那個台灣的軍政線有互動 然後他說那個318之後 然後就好像沒有合作關係這樣 我可以講的就是說第一點 第一點就是說 每個組織 每個組織就是說在於整個 尤其318我必須要承認 不只318 318是一個點 就318之後尤其到那個反合 就是那個427之後 台灣農村陣線的一個人量 確實被消耗 消耗的非常非常大 然後因為這幾年一直下來 就是一直在被議題的確實走 大家好像覺得台灣農村陣線在前幾年 做議題好像很強悍 好像人量很粗 不好意思 台灣農村陣線秘書處在過去只有1.5個工作人員 全職 撐起這樣的一個 其他的人 其他的這個活動是怎麼 運動是怎麼 怎麼產生的 全部都是靠我們這一些 其他這些成員撐起的 所以說第一點就是說 台灣農村陣線在318在反合之後 確實在這幾年把能量消耗的一個消耗非常大 然後現在從整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確實沒有太多能量 等於說我們必須要慎選自己的能量 要放在哪些區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跟在地的一個草根 做所謂的合作關係 所謂的陪伴關係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會去想去討論 然後就是說要去思考 就是我們跟他們可以一起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有時候你就是說在想法或理念不太一樣的時候 或者說有一些不太一樣的一個思考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能一直尊重 我要講的不是說這裡面有什麼八卦不是 就是很現實就是說 你有沒有能量 能不能一起做一些事情 今天如果就是說你在土地 因為講實在話 我們台灣社會很經常提到的 其實是一個所謂開發主義式的一個價值的東西 然後在排中尤其是一個土地的開發 對一個這樣的一個思考其實是很經常的 好 我簡單的就回應這個部分 小胖剛才講的部分 但是小胖他剛才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318他的一些觀察 然後他其實 他有一些觀察我覺得還蠻好的 但是有一些部分我會覺得說 如果可以把他的一些情緒把它放開的話 我們客觀一點來看來談的話 可能對於整個運動的一個情好 會更好 那個部分是包括什麼 就因為他比如說 他用了一些所謂印法院那種 他剛才講什麼 什麼 什麼樣的人 然後做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決策 對 諸如此類的 對 你剛才是 剛才是怎麼說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 你說318 對 就高層嘛 高到高層嘛 然後立法院裡面那個什麼 7-8的人對不對 哈哈哈哈 做了一些7-8的解釋 對 對 我會有錄音 欸不要這樣啦 哈哈哈哈 其實這一點我跟小胖會有不太一樣的看法 是在於就是說 其實你 首先我們必須要講啦 首先必須要講就是你的運動型態不一樣 基本上你比如說像427 427他是一個有規劃的 我們就是要幹什麼 我們就是要去攤販 攤販中校西 對 然後要佔領到明天 對 這是很明確的一個活動 然後一個運動 然後是有溝通的 那318是一個插槍走火 就跟那個香港的一個佔領運動是一樣 是一個插槍走火 對 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其實是很多的那種社會的不滿 所一起一直累積出來爆發 爆發然後那個狀況 那我說不太一樣 就是說比如說 2013的時候就農政去佔領內政部的時候 那個就是我們農政規劃 我們就是要去佔領內政 然後我們要做什麼就很清楚 所以我們會有我們的一個安排 然後去那個阻擋 好 那就是說你要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目標的一個行動的時候 你需要有規劃 你需要安排 然後你參與的人也 你需要負擔什麼樣的一個責任 這是要事先有準備的 我怎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就剛才小胖有講 後來中校東路的那個佔領 就臨時的那個快省的佔領 那就是一個突發事件 當你沒有組織 然後沒有人知道說 那個面臨什麼行政 有什麼危險 然後這些參與的民眾是被號召去 其實是有他的一個危險性 有他的一個危險性 所以我說運動的一個本質不一樣 那種本身的一個前提 你要達到一個目標不一樣的時候 像這種318或是香港佔領的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普遍對社會的不滿的一個呈現 那這個東西有很多的社會的一個衝突不滿的 這種議題是需要被行動化 而且被討論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讓生活化 試著去吃火鍋 打乒乓球 我覺得這很好 就是說某程度 這是香港社會 香港社會對於他們的一個空間 空間的使用的相當的一個 所謂類似戒嚴的一個狀態的一種反應 對 這個是在這種社會脈絡底下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整個運動 整個運動 就是說 就是說以香港的一個運動來講 以香港的運動來講 他當然一開始這幾年 所謂要做所謂真補選 要去突出所謂的一個戰中 結果後來他並沒有戰中 暫停中環這件事並沒有發生 暫停中環並沒有發生 但是暫停運動發生 然後是在整個就是街頭上的一個區域 然後就暴離區域的時候 激發了所有香港大多蠻多的一個市民 對戰術了 參與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因為知識資訊 支持所謂的真補選這件事情 是普遍的對香港社會的不滿的一個集體 集合式的一種暴防 這個東西就是剛才 剛才啟宏有提到的 他們所謂的右翼的這個部分 本土意識的這個部分的一個興起 這個東西我覺得大家可以比對我們台灣的 所謂的本土意識 那個所謂的台派的獨派的這個部分 可以做一些比較 我覺得這很有趣的就是說 為什麼香港人對於 對於中國人有那麼大的反感的情緒 就97回推之後 一直到2013年 他們的香港自由行的一個人數 已經超過4000多萬 一年 一年超過4000多萬人次 香港自由行 台灣一年的外籍觀光人口是多少 你們知道嗎 不到1000萬人次 所以一年光是中國 中國的一個遊客去到香港 4000多萬人次 是台灣的外籍旅客的一個四倍 整個所有的香港的一個生活 因為這樣子被打亂 整個被打亂 你走在街上 以前街坊賣吃的東西了 全部變成賣金次元 周深深因應這些遊客的一個需求 整個在相對的一些那種周圍的市政 本來應該是一些民生用品的 賣民生用品的 變成什麼 變成他剛才講的這些水貨客 要去購買 要去Shopping的地方 整個 整個那一種 銷售的那種品項 已經都倒向水貨客 一定是 已經是這種狀況 你讓當地的香港人有很大的一種被剝削感 整個生活被打亂的那個部分 再加上剛才齊鴻有講的 就他們來這一邊 然後進入到香港體制裡面 然後等於說爭取到了一些香港的社會獨立的資源 一個等於說有點瓜分掉 所以我在去年七一的時候 去參加邀請的時候 就遇到那一些 右翼的在分啊 發那一些 那個什麼 蝗蟲啊什麼之類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他們本身是有這樣的一個 對中國人 中國遊客 對他們的這個香港社會 然後香港的整個這個生活的一個干擾 已經產生 而且已經產生很大的一個反感 然後這個東西包括他們的一個房價 然後住宿的一個成本不斷的在提高 是這個部分 好 那我說我想回應齊鴻的那個部分就在於 好 他的右翼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去圍 剛才有提到兩個案例 就是一個生日快樂的 然後跟那個水貨客的那個嘛 對 好 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好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的一個真正 真正的一個雲頭 你們覺得是什麼 是水貨客的問題嗎 其中央都不是 其他人呢 中國的數值低 好 這一位說中國的數值低 對 好 我來講的就是說 今天如果他在中國境內 他在中國境內 他就可以買到香港買得到的東西 價格是一樣的話 那我幹嘛來擬香港嗎 我幹嘛來擬香港嗎 這是什麼 這是整個這個中國政府的一個本身 政府本身的一個政策 然後根源經濟體系所造成的一種落差 所造成的一種落差 好 這個落差這是其中的部分 這是根源 第二點就是因為兩個社會是一個不一樣的 從共產主義 然後轉型變成進入到所謂的計畫型自由經濟的一個階段 所以本來就有他的落差存在 所以這是整個這個社會還有這個體制這個政權必須去面對的 可是一般的人 我們一般的人民直接看到最明顯的對象是什麼 就是這些水貨客 我們直接看到的就是這些中國人 所以在香港罵那些人是蝗蟲 在台灣罵中國人是什麼 你不覺得這很像嗎 你不覺得這很像嗎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台灣經常在講一個所謂的中國因素 我先講一下 基本上我是主張排毒 我先表明一下我的身分 對 我的立場 我主張排毒 去香港 去香港參加七億遊行的時候 我也說我主張排毒 對 然後結果差點被趕下來這樣 好 你這樣到底會是誰 你這樣到底會是誰 這樣的地方 一個是那個維多利亞公園 一個是那個最後他們晚上閉演那一場 然後 然後那個 我講的就是說 我主張台灣獨立 然後但是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主張的台灣獨立 是一個 這個國家是有人權觀念的國家 是一個 是一個民主公平自由的國家 在這種原則底下來產生 來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台灣 台灣自己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希望是這樣子 對 我希望是在這種基礎底下 所產生的 對 所以在這種觀念底下 我們要去思考 就是第一點 中國 中國因素 中國你講中國因素 到底是中國人 人民 還是他的 那一些有錢人 還是他的政府 你要去分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 你不能因為這個政權 這個政權是一個危險的政權 然後你就醜視他的人民 他們很多的觀念是這個政權賦予的 就像我們以前被我們黨洗腦 所以一旦你一個仇恨被炒作 產生的時候 這個東西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影響跟那個思考就不一樣了 而且這種影響可以是 可以是非常常言 而且是非理性 是非理性的 這個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些補充跟觀察 但是其實我最想 最後我想問一下 想問一下就是香港的幾個朋友 對 其實就是 在了解香港的一個狀況之後 在爭取真普選 爭取真普選 然後整個他們提名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四大界別在提 就是一千兩百人在提這個部分 然後就 我不太知道 就在當我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 香港人在整個英國殖民的一個狀況底下 其實並沒有 包括一直到現在 其實整個那種政治 民主政治的制度 其實距離 以台灣現在的狀況去比較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因為台灣這邊最起碼 我們一個參選的一個 一個機制一個規則 對其實相對開放 只要你能拿出保證金 你有意願 對其實你是有機會 就可以參加這些選舉 對 就像以前 前幾屆我們台灣的總統大選 可以那一種完全不知道 什麼的川普 跳出來說要選 參加總統大選 針對這部分 我不曉得你們 自己本身就是說 對於未來的一個政改 政治制度的改革這個部分 或者社會改革這個部分 對啊 你們有一些什麼想法 好 以上 我想先說一下 一開始就是 因為很長 所以我 稍微低下把遺跡 然後我想 輕輕一下 就是那個 大陸延廠支援 和水貨特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 廠支援 其中一個非常大的引爆點 就是說 三非應付的問題 就是大陸的應付 來向了生殖 然後就可以有身份證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假的問題 因為 他們不是搶資源 因為政府收他們錢 是收很貴的 他們要收三非應付 三萬九千元 一個人 然後 依然落實這個 政策以後 醫院管理局 香港的醫院 醫院管理局 醫院是在賺六億的 是比起 像一個年度 是賺了六億 但是問題是 出在香港政府 對於公共開支 是非常的 它的發揮在公共開支上面 是非常低的 在公共的醫療資源上面 它只是 只是花了 GDP的2.8% 在2011年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 所以掌握問題是 政府的公共開支付出 為什麼它 公共開支付出 是因為它 不想跟有錢人收錢 收稅 香港的利得稅 是全世界最低的 只有 16.5% 是非常低 在公共醫療開支上面 香港是比起 台灣還是小了三分之二 我一直說的話 台灣也發了 GDP的7% 多 所以整個問題是 出在政府的咬錢人 和整個香港的 不公平的政治基金 的結構上面 然後 在水貨荷的問題是 整個 就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 它採用那個 新自由主義的方法 然後 中國的貧富人選屬是非常嚴重 在這30年發展之後 而且因為那個 資本主義的發展 它對於那個食品的 食品的監控是非常地不足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大的 利益的高潔 所以它食品安全 出現很大的問題 同時它有錢人 可以 可以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自己的節奏 要看 窮人 只能 就是 因而 人 是大投入得的 那是老 但是有錢人 就可以 買國外的安全的食物 那是問題的根源 但是 如果大陸的食品安全 或者是其他的 和貨品的 品質素 搞不好的話 它這個問題 就會出現 然後它出現的時候 就是外國的 一些 日文 医用品的供應上 就 接這個機會來發財 例如說 有一個 其中一個 就是萊粉的問題 萊粉不是 萊粉供應上 它其實 幾乎可以有 無線鏈的供應 但是它就是 故意 跟那些 批發商 就是合謀 然後故意 激造 這個 供應不足的 假象 缺貨的 缺貨的假象 然後它又用 那個群膀C的 銷售的方法 來 因為 先就是 團親居其 然後就 群膀C的銷售 然後就 賺那個差價 所以它是 直接用水貨核 批發商 它整個是 一個 一條 一條 產業連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 如果你要 歪扎 大陸洋的話 這是不 首先第一 就是水貨核裡面 有六成是 香港人 只有四成是 大陸洋 然後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說 這是問題的根源 就是根本就是 在整個 這 資本主義的 經濟 經濟 加購 如果我們 不根除這個問題 比如說 第一 就是我覺得 我們要解決 這個方法 絕對不是 要中漲區隔 或者是什麼問題 這是不可能 解決問題的 你必須要 從根本上 就是要 去 推翻 在大陸的 這個 官僚和資本的專政 才有可能 解決 這是問題 那我 還有 對 我就簡單的回應一下 關於 對政改的看法 因為 但是首先 像我一開始說的時候 其實我們幾個都 來自不同的團體 還有就是 醫師地產 醫師型態 可能有點不同的話 只能說 就是 我想 對於我們幾個來說 基本上 都比較 就是 本身就不是 非常的去 去 因為要爭取 評審 或者說 高度的把自己 投入進去 增感 所以 參與在這個 佔領裡面 會說 可能 尤其是我們三個的話 基本上在現在 解決一個 脈絡的話 是 比較 反對 社運的人 過去參與 參選 怎麼樣 因為 對我來說 最基本的一個看法 就是 可以說 從經驗出發吧 就是 每一次有大型的 運動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 不同的 團體 啊 社運的人 就 立即就覺得 要參與進去 參與進去 當然 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過程 我們可以帶一些 自己對運動的看法 或者說 帶自己關注的一些議題 進去 比如說 階級也好 女性的 公司也好 之類的 但是 很多時候 到哪些大型的運動 哪個過程裡面 其實 你始終就是 好像 走過去 幫那些 自由派的哪一種論述 做一個 專點而已 對 就是 其實 哪一種 主流的 民主論述 它很容易 就可以 可以 希臘 不同的 議題進去 就 我們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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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一百次之後 就這樣一句 但是 其實我們還是要 關心民生 這樣 那好像 它就已經處理了 你 很多的 不同的團體 收的東西 這樣 還有就是 現在 這個問題 說到底 就是一個 實力對比的問題 力量對比的問題 對 但是 這個力量 要怎麼樣去增強 那麼 我剛才說的 這個力量的意思就是 哪一種 跟自由派 或者說 香港來說 就是 發明主派 不同的路線的話 怎麼樣 可以 可以 拉出不同的東西 就是要 增強自己的實力 而且 當然 怎樣說是 非常抽象 但是 沒辦法 就是 在每一場運動 或者說 平常的 長期的 運動的參與裡面 我覺得就是 如果真的覺得 路線有不同的話 就是 不停的 鬥爭的一個過程 當然 哪個鬥爭的時候 還是要看 每一個時期 每一個 每一個 時空的時候 會有不同 比如說 我會覺得 一些議題 好像 東北議題的話 我覺得 相對來說 是比較容易 讓我去 帶 比如說 一些比較 階級的分析進去 但是 當然 會有其他人 也 還是會有 小部分的朋友 在這個選舉裡面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 反中的情緒在裡面 還有一部分的朋友 會比較說 就是覺得 我們 其實如果 我們有一個 民主的嫉妒 當然 哪個民主說的是 普選 特首 止選 立法會 這樣 其實東北最窮的問題 就會 比較容易解決 如果 像我這樣的人 我就會覺得 就算是 有選舉 怎麼樣 其實 非常可能的 就是 這種 拨欠 之類的問題 其實 它還是會出現 而且 很可能 是 我們更加困難 去解決 因為 到時候 政府 如果它是 傾向 資本家 之類的話 它還有更大的 震盪性 對 所以 但是 這些議題 還有 就要看 哪一些運動 哪些 團隊的俗稱 對 這個議題 比較多 就是 不是 發明的人 不是 反中的人 就是說 可以說 比較 趁機場 甚至於是 比較左的人 人家 我覺得比較容易 去 拉自己的東西出來 但是 哪一種 大型的 尤其是 政治 基督的運動 的話 就相對來說 就是說 我 暫時還看不到 有什麼 可以拉出其他 其他 message 的 機會 所以 收到 比較 基本的話 就可能有點像 剛才小胖說的 就是 重要的是 社區的參與 或者說 就是 組織的 頓點 有頓點的話 就 比較容易 控制 整個 組織的方法 還有 整套 對社會的分析 是怎麼樣 但是 大型的運動的話 對 那 現場可以是 那 綠色一組 喂 你好 我是那個 大陸的那個 就是 我是 來這邊 交換聖伴的 然後 我希望就是 我發表一些 我的人看法 然後 我不希望就是 我發表我這些看法 會有人就是 丟補裸裸 會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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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左膠 其實我是在 那個 松海大仙大仙 我去觀光的時候 我看到的就是 然後我就 當時我以為這是 兩岸三地的一份 那種 教育 結果我突然發現 是 沒有我的人 沒有大 我就太大 結果到時候 我一直在游一 要不要發言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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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剛才就是 你們有提到那個 就是 水客問題 你來一些大陸孕婦啊 或者是你們的房價 或者是 這四千萬人的自由行動 還有 像這位朋友 他提到說 就是 樹震站 其實並不是 所有的大陸人都是這樣 可能是因為一些 社會發展的問題的話 可能是改革改革 現在是剛復起來 像我們 我們大陸話 很快說 是 平度差距很大 所以有些人會 但是 像水客的話 大陸 像我來 我來台灣的話 證件辦的 是非常的麻煩 然後同時 如果到 香港去的話也很麻煩 只有少部分的人 像是 深圳的人 他可以去 自由的來往香港 但是我們也沒有說 想去給香港 帶來什麼很大的麻煩 或者怎麼樣 對 然後 然後另外一組 你們有提到那個房價 還有孕婦的事情 我想就是 一個是 房價的話 像今年一月份的話 不是你們 政府也提出說 停止那個 投資營 來台灣交流 是這樣的問題 然後我一看到了很多 不一樣的 那個 聲音 然後 但是我覺得 可能再過一段時間的話 這些問題 可能會放到那裡 就是 會虛弱一下 像大陸以後的發展的話 像現在大陸 那樣的 食品問題 啊 一些政治問題 對 但是你們台灣的 就像 那天我跟我那 公佈的那個 保安大伯提到 他說 台灣前段時間 那個什麼 黑心油 很嚴重 但是我想說一說 大陸 大陸人看這些的話 真的是 酒牛肉 哈哈哈哈 因為就是 像你們的話 像你們的話 就是 會說 有一部分的食品 會出現這一系列 然後 但是我們現在 大陸老一輩的人 像我的父母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外出去 就餐的 因為外面的話 都是敵狗 然後 然後 像大陸 就是生活 基本上的 東西都是 還是比較 有問題的 啊 然後我想問一下 就是 像你們 就是前段時間 就是 很 就是很 讓我們大陸很關心的 就是一個水客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 我們大陸的話 可能是 就像你們說的一樣 有防火牆 有很多東西 像Facebook都沒有的 然後我們是 看到一些 可能 事情的話 可能看不到全面 然後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水 有一部分的 是 有一對大陸的母女 到香港去 就是 受到很多人的圍攻 但是我在想 會不會就是 就是你香港那邊的 同胞的人 就是 就是 或用另外一種 就是 就是比較 融合的發色 或者說 一些 標語啊 就是 一些建議 怎麼樣 不要 就是 鬥你龍某啊 這樣子 真的是 謝謝 你講完了嗎 那 我 怎麼說呢 呃 因為香港 其實 呃 現在那個 水泊客人問題 呃 呃 呃 現在那一種 我們都叫它 反土派 就是 罵 大陸人 那一種 其實 呃 香港 呃 大部分的人 呃 爺爺啊 奶奶其實都是 從大陸來的 呃 呃 那種本土的 說法其實是 呃 呃 沒辦法說 香港 香港人是怎樣的 當然 就是說 他們不喜歡 怎樣的人 不喜歡 那一種文化 不喜歡 怎樣怎樣 呃 呃 去排外 就是 呃 對啊 就是阿彬 剛剛都說了很多 呃 這一方面的問題 呃 呃 我想 呃 第一就是 就是 呃 其實我們都是主教 就是 剛才你說 你們香港人可不可以 不要怎麼樣 對 其實就是 呃 我們都很 知識人 很希望香港人 不要這樣 但是 呃 就是我們 我們之後的工作 可以怎麼樣 去 流轉 這一種 呃 大部分香港人 現在的這一種 程序的話 其實我想 呃 現在無論說 呃 我們是比較左的人 比較 或者說 社區派的人 也好 或者說 其實傳統的泛民 泛民主派 他們也是反對 呃 比較反對 那一種用仇恨 去對待 呃 大陸人的 但是 知識人 其實 我覺得 我暫時 還沒有聽到 呃 任何 就是比較有效 比較具體的 可以去 呃 在可見的將來 樓轉 這個社會情勢的 呃 所以 我想也沒辦法 如果 如果要回應你的問題的話 我 只能就 好像回應 比如說 如果你問我 你覺得你們這一種路線的運動 或者說 呃 呃 政治 怎麼改下去的話 我只能就是說 老師 啊 我們要回到頓點 我們要 啊 盡量的加強我們 的 論述 我們要更加 勇善的去分析社會 然後 我們要努力做組織 然後 我們要 啊 努力的 努力的去搞運動 這樣 對 但是我 我 其實我 我首先想說 就是 其實 這是 牽涉到兩個政治鬥戰 一個就是 香港 內部的 不 反統派對於傳統發明 和其他的 舊的 呃 例如說 孫英平團體啊 那時候 呃 以前的 一級搞運動的人 那個政治鬥戰 要把它 刀花 刀傘 刀操 所以 這個是其中一個政治鬥戰 它 中間 它 把大陸人 當作 它的一個政治的 一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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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講 什麼 啊 一個很無辜的 借口 對,是一個借口 所以這個是集約的政治鬥爭 另外一個就是大陸對香港的 一個政治鬥爭 他要孤立香港的民主運動 所以他在大陸就是他默取了 這種對香港隨刻刻或者一些行動 一些遊行的一些道道 所以這個事先是卸掉兩個政治鬥爭 所以很大程度上我覺得大家都有一點活力感 但是我不同意就是說斷點 或者是回到機場去做工作 是現在的一個解決方法 因為我覺得很大的問題是 以前香港的社運團體是非常個列 因為他都是在很翻格的議題下面 聖根希酌例如說性別的以及環保的議題 都是不同的人在做 當然之間他們有聯繫 但是他們就是隔列去做 然後到有政治運動的時候 他們就不能上升到一個 能夠回應政治運動的一個高度 他不能提出一個出路 更加因為他們根本都不能夠提出路 都不知道要往哪裡走 怎麼可能提供一個領導呢 在運動裡面 所以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運動 本土派 集合派 他們可以上升得這麼快嗎 所以我覺得那個問題是 我們應該不是要端點 而是要把它提升到一個政治的高度 整合一個比較咬地的左派的主機 甚至是一個政黨 才是回應他們的方法 我覺得 如果都是大陸的朋友的話 他們可以做什麼東西 我覺得好像有兩樣 比較避切的就是沒事不要來香港 再次不要來香港 然後第二就是 對 他是要保護自己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要更加就是要 要提醒自己 要提防共產黨的方法 為什麼其他新聞我都看不見 只能看見 反隨過客的是新聞呢 所以這個時候 我覺得更加要同情香港的民主運動 更加要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才能否應水渴渴渴 我們是支持香港人的 這樣子 好 我回那個剛剛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兄弟貴姓啊 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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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了 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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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啊 Хорошо 同情郎 我んな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 那問題是一個真的很難的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其實台灣 你說台灣真的比香港 真的好講我覺得好 台灣真的變成應該 agents 好一些 但是你說318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情緣界府解放區 的之前其實有很多的小型的論壇 那我記得起來論壇的時候 我們論壇裡面有一個女生 就是一樣就是中國口音 然後就是被一個大神 就是歐巴桑 就是拉下來 就是罵說你沒有資格在那邊講話 那台語講啊 我台語不好啊 什麼反正就是你什麼資格在那邊講話 你阿拉阿阿 你走開你滾蛋 這樣子 然後金平洋駿好久不曉得又有一個中國的北京來台灣交換的學生 對 然後後來他是金平洋駿的成員 他也不太敢講話 但還好他的口音也那麼重 然後這個還不打緊 還有後來金平洋駿還有一個成員 他不是中國人 他可是他口音也有一點就是比較自身強遠 他是爸爸他家裡外省的 然後後來那時候很有趣 金平洋駿在做個試驗 不是試驗就是在對話 計程車司機 就是全名計程車司機 就是金平洋駿通常就比較 比較 比較支持台獨 然後會講說 中國人都是怎樣 可惡啊什麼的 然後 這個真的司機長 就跟那個我剛才講 自身腔圓的台灣人 但是他是 他的蘇改學人 然後在進行討論 討論說到底 他就問那個外省的同學 就問那個司機大哥說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好像 好像跟外省人 然後對不起台灣人 怎麼樣 好像今天 反服貌 好像就是反中 然後反對外省人 好像今天好像自身腔圓圓 就不能參加這些活動 而且他也覺得 不應該反中嗎 應該是要來去想像說 台灣為什麼現在所有人 不論是外省人 本省人 甚至 甚至外國人的台灣 可能他的生活 都變得不是這麼好 應該是要想像這件事情 但是對話部分當中其實 除非有對話 不然那個對話 那個解是無法解開的 但通過對話之後 其實那個司機 他是可以認同的 我們就試著 回想說 其實陳水扁時代 陳水扁執政八年 他都訴求態度 那問題說 那時候他到底達成什麼 然後他有帶給台灣 一個比較好的東西嗎 其實沒有的 透過一個非常長時間的對話 下來之後 而且兩邊都有意願 繼續對話 然後才開始解開那個解 結果我剛才說 他是要回到這個解套 他現在看不到一個 情勢上流轉的空間 但是就是必須回到 社區裡面做組織啊 做論出什麼的 為什麼 因為真的太難了 而台灣也好 獨派也好 或是這種 台灣用意 不管他們要叫什麼東西 凡千只要有一種 一種語言 就是 阿拉阿都怎樣 東是中國人怎樣 然後這非常容易形成 香港其實越來越被計畫 而且我覺得 香港其實期待一個228 我們剛過完228嘛 對不對 228開始要來清理第199 但是 就試想吧 試想 剛剛講到什麼民族 叫做 預言式民族 我覺得 預言式政治 但我覺得香港來預言個228 那什麼叫預言個228 其實現在 這個中黨 矛盾越來越激烈 但實際上 從他們身上看到的 其實很複雜的 包括我剛剛講的 雙費孕婦到底是誰的問題 到底說房租金變高 到底是一個中國人的問題呢 還是一個本來香港的經濟體制 它本來就是傾向這個東西 他就是傾向要很多的觀光客 他就是傾向要炒房炒地 他就傾向要來賣金飾 這東西導致了香港支援分配 高度不均的問題 但這東西被掩蓋在中港保盾之下 而中港保盾繼續計畫 很容易 反水獲客的時候 打死一個大陸人 然後香港的那個 問你那個 香港的那個 那個政總辦公室 不對 特首辦公室旁邊 那個是人民解放軍的總部 然後就宣布一個 他媽的什麼 什麼特別 什麼戒嚴嗎 很殺小的 然後反正要抓拿 要氣胸 氣胸的時候 直接發生衝突 人民就會抵抗 人民抵抗就會流血 流血就會死人 死人就會擴散 擴散 然後就開始 馬上開始繳 就是清香還是殺小的 馬上就變餓了吧 來講台灣很可怕 但是我覺得真的有可能這樣子 可是那個語言就是 都是中國人害的 因為中國人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後來香港 這樣花五六十年的時間 再整理一下這段惡惡法這樣子 而台灣的惡惡法 其實沒有辦法看到 當時的這個世代 我幹我這樣講好可怕喔 我不知道 但是除了 中國 以台灣惡惡法來講 以中台之間的矛盾之外 我相信這時候一定也有 整個政府和這個體制 還有經營體制 產生了各個問題 但那就是很複雜 需要對話的 絕對比不上一句情緒 哈 阿拉阿 這種語言 真的阿 你阿拉阿 真的阿 欸中國人阿拉阿 你根本沒有問題 你道理你知道嗎 就只需要這樣 因為你就是中國人 我就是台灣人 所以這要怎麼做 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能要形成某種語言 是嘲笑 嘲笑中國人對不對 真的 就是他比如說叫他 叫他叫 阿台仔嗎 乖乖 阿台仔 我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要形成那種語言 不然的話是沒有辦法 對抗 那種 這麼容易輕易的 把各種不滿 鑽 宣洩到這種 跟我們不一樣的意識的身上 媽是妖心就好不一樣 蛤 媽是妖心 欸這張文字 你以為是妖心吧 對 然後我覺得大家來試想一個東西 假使香港真的產生了 我會講的 台版 台版都會把他在線 台灣絕對受到影響 台灣現在沒有這麼 這麼 這麼嚴重的這種 這種 這種排外的情緒 但是只要香港發生 嚴重的流血事件 台灣排外全新馬就出現 而妖心確實很像 陳雲擔任教主 陳雲大概也是一種 快要癫狂的 喔對不起 陳雲也大概是快要機器癫狂 然後妖心不是他 他也是通話教主嗎 是嗎 對不對 然後而且 妖心最近也在用濁焦了 他是看他臉書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努力 形成語言 形成語言 來嘲笑 好看這樣好可怕 來講說那些 那些 有意識嘲笑中國人的人 要降低這種 排外的情緒這樣 好 我們謝謝盧吉隆 非常非常 非常 就是精闢的解說 哈哈 分享啦 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大概到最後 所以到最後了 最後一個問題 各位藍色英國的朋友 剛才是不是有舉過手 沒有 可是其實我剛剛問的 就是其實已經在這個對話中 連大致上都 講得差不多 其實我剛剛是要問說 呃 在被罵左膠的這一群人 到底大家怎麼去 好好的跟群眾 就是讓群眾 可以 不要那麼容易的被反中這種 畫給很瞬間 就直接被吸引住 因為這個東西比較快 比較容易接受 那我們要去談論整個 呃 好 背後問題其實比較深 不是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很慢的 像你剛剛有提到我所說的 可能這樣要長時間的對話 然後去理解對方 那這種東西到底有沒有可能 可以讓大眾 比較接受 像你比如說好 再318再來一次的話 到底有沒有可能 那個反自由貿易的旗幟 可能可以掛出來 不論是說好 那個旗幟在立法院裡面 真的掛出來 然後群眾中可以開始有這個對話 還是說 就到底怎麼讓這些人 可以去接受他 啊剛剛有一個說 好我們要蹲點 然後有一個說 啊蹲點沒有用 蹲點太慢 還是這樣 是沒有用 或說就是我們要主持一個政黨 就是 其實我蠻好奇的 不論是對香港的對話 是對就是 台灣就是真正有在工會工作啊 或者是實際上有在一些地方 就實際上有在認真做主持工作的 就是其實我剛剛是蠻好奇這個點 我們先有那個我們的講者的部分優秀好不好 就有講的部分優秀 想要 可以先回應 好 好 好 像譬如說我不舉一個例好 就是剛剛我舉的 就是譬如說好 我們三一八再一次好了 就是 然後 反貿 反自由貿易也其實沒有被撤下來 然後 可是 這就有點由上而下的感 就是好 我們 進去搶到那個話語權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對群眾說好 我們今天我們要的其實不是 不是 不是單純的反中國語權 我們是要反 就是 自由貿易之類的 就是好好跟民眾講 這樣有沒有機會可以扭轉 這個情勢呢 還是說 沒辦法就是好 比如說因為 從很久以前啊 我們就反中反共 然後這個話語權 我們就被帶過 再敘述一次的時候 這個已經是更生地故 是我們 無法去對抗 因為他已經 從有可能三四十年前 就已經被大學使用了 這是我的問題 如果他要扭轉三一八裡面 這種 這種強烈的反中情緒 或是逢中逆反 這種 我覺得建民決方區 當時就有 在現場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然後包到自批的一個 一個 去試圖去打破 當時那種主流的意見 然後呢 試圖讓更多的 像剛剛吳琼講的一些 剛好在台灣 剛好在現場的一些 中國的朋友可以發言的 這樣的機會 或者這樣體質的群眾 可以發言的機會 對吧 那你們那時候實驗經驗是怎麼樣的 好了 我覺得我們沒有用 這是 靠我們這樣沒有用 就是 因為那個場子在那邊 大家有焦點 然後還可以願意討論 但是建民決方區 到後面其實 做了很多努力嘛 其實還是有一些累積 包括像街燈這樣 都是累積下來的 就是能夠找到香港朋友 然後來 然後這樣討論啊 然後 好像至少在政治上面 衝出一塊 就是有一 就叫建民決方區 然後今天好像跟那些團體 搞過前進啊 什麼都不太一樣 這樣 但是我說沒有用 就是說 我覺得除非 事情 我剛才講 我真的覺得語言是很重要 除非是 今天來參與團 這大家去想語言 怎麼去回應那個狀況 假設你就在現場 看到了 你就在香港現場也好 你在台灣現場也好 你就看到了 有人講 指的中國人彼此罵 說你怎樣怎樣怎樣 說你他怎樣怎樣 都是你中國人 那大家會怎麼做 你成語 蛤 你成語 沒有你成語 搞不好在香港是 搞不好他覺得是讚美啊 對啊 對啊 對 那好 我不是否認 否認你 你可以往這個方向多想一下 或是大家多往的嗎 所以我覺得有用的地方 真的是靠大家去想 靠劍表情 我好啦 真的啦 所以大家真的去想 就是你在這個現場 你看到他 然後我自己想到的招數是 他如果在現場 我看到現場有人這樣的話 我就會到他前面 我也是打瑞 打我啊 然後讓他打他流血 然後就見血 然後用這樣的被打 然後帶血量說 幹他真的很暴徒 然後去扭轉 那個東西 所以搞不好真的需要有血 但我自己想這個爛方法 我想到體操了 所以大家看我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回給大家的 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剛才現場 發生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啊 就是 就是 呃 該那位 就是 朋友就是有提到 誒 就是對水貨客人的一個影片 他可能就直接的一個比較直覺的 就是 一個想法出來 可是 大家突然發現 誒 靠一下我身邊真的是中國的時候 誒 那句話好像突然有點梗住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這一件事情非常有趣 我覺得這就是非常現實 而且非常 真實的狀況就是 我們過去在講的那些東西都是一個想像的 都是一個想像的對象 我們好像都把他寫樣子 喔 一個東西我們要如何把它 就是 都很快都很糟 或怎樣這樣 可是當他真的出現活生生寫靈靈的 就在我們眼前一個人的時候 誒 我們有些話好像突然說不出來 我們有些話突然好像 誒 好像跟我差別也沒有大 我看到有鼻子 有眼睛 有血有肉 誒 長得跟我差不多 我們那也沒有當作拉屎 對啊 我也沒有辦法 誒 有些話就會說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像這種真實的看見對方 的這種 創造這種機會 創造這種 嗯 呃 該怎麼講 我覺得像兩邊的人 讓大家彼此 更真實的看好彼此之間 其實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奇蹟 對啊 好 那 我們 今天的活動就是 到這邊 大家應該都覺得 收穫滿滿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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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不 好不好 剛剛謝謝大家 我覺得就是 我們今天活動就到這邊 原本結束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谢谢大家